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一阵子持续被黑粉造谣攻击的 ESPA成员Winter的健康状态 让很多粉丝们都担心了 昨天,一位网友在网上发文 Winter真的好可怜 精神身体状态应该都不是很好 前几天Winter因为健康问题没有参加行程 但是如果也不参加音乐节目的话 却要成员三个人上舞台 所以就打了点滴上舞台了 但是今天因为健康问题通知了无法参加签售会 然后就在粉丝论坛发文 让大家失望很抱歉 甚至在回归之前身体好像就不是很好 能看到打点滴的痕迹 还有为了掩盖痕迹化的妆 明明身体不好却对粉丝们说自己没事 努力在活动 但是却出现这么多谣言 精神上肢体上应该都会很疲累的 并上传了明确能看到Winter打了点滴的照片 为了掩盖痕迹上妆的照片 昨天Winter没能参加签售会后 Winter有在第一时间在粉丝论坛向粉丝们道歉 但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专门抹黑造谣idol们 最近一直持续疯狂攻击export成员们 什么手机怎么怎么样 男朋友怎么怎么样的YouTube频道 Tedox用错 却在自己的频道上传善风点火的内容 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之前这个频道抹黑艺人 只有部分网友们在看 但是现在却有很多记者们 利用这个频道的内容来报道赚流量 甚至海外媒体会转发这个内容 报道成是韩国有公信力的媒体报道的一样 误导海外粉丝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都打着点滴活动 却一点都没有在表情露出 真的很棒 好心疼 希望能早点康复 SM正不会保护自家歌手 这次真的很担心Winter的健康 对身体不好的孩子 竟然造谣那么多不像话的话 他等使用所真的太可恶了 本来对自己人生有很多不满的人 就会抹黑着别人的人生过日子 就当耳旁风就好了 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可以沟通的人 要抹黑别人才能感到快乐的人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呢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不过别家爱豆也是很辛苦 都是用意志力在坚持 应该就是意志力不够而已 不可以把给团队造成困扰 当成是应该的 但是也不能说 那个频道的内容都是假的啊 希望Winter能早点康复 之前也说过了 即便是真正有过的事情 也希望我们是从别的媒体得知 而不是在这个为了黑耳黑的频道 得到那些内容 再次希望Winter能早日康复 这个频道能早日关闭 然后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Aspot的第二张mini专辑歌手 在美国Biro的200专辑榜 登上了三位 创下了K-pop女团 今年在该榜单的最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差别对待物件所有成员的新币 跟闺蜜拍照的时候 跟喜欢的妹妹拍照的时候 跟喜欢的姐姐拍照的时候 PBG第四位成员 Nso Nso为什么会在那里 CCC 瑶人确实很可爱 我也会不知不觉的 做行李的表情看着她 好喜欢Winter能跟PBG的互动 喜欢瑶人的行李好可爱 总觉得以后 Winter能跟PBG会一起去搂人亭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вещи Win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